7月1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医疗技术能力与医疗质量水平上提升的有关情况。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郭艳宏指出,保障医疗质量与患者安全,是医疗管理的永恒主题。 特别是18大以来,在政府主导、行业推动和医务人员的不限努力下,我国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显著提升。 郭艳宏介绍,自2015年起,国家卫健委连续分研组织编写了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全面客观展现我国现阶段医疗服务和质量安全的形式与现状, 为促进医疗服务和质量安全的持续改进,以及政策制定和指导,加强科学管理提供了寻证依据,各省市、区、建立健全省域内的制控体系。 细化工作,形成基于国家对接,又是和本地区特点和发展情况的制控指标和工作机制,采用信息化的手段来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 各医疗机构,作为医疗质量管理的第一次任人,不断完善医疗机构内部组织体系,组建专门的医疗质量管理部门,加强医疗管理人才的培养,广泛应用医疗质量管理工具。 同时,不断提升技术能力,推进日间手术,以病人为中心力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等新进的诊疗方式方法,为患者提供最佳的个性化诊疗。 郭耀宏表示,通过构建科学化、精细化的管理体系,我国医疗质量水平显著提升,临床针科技术水平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效率稳不提高。 医疗质量水平显著提升,从整体上看,近年来,我国医疗质量,呈现出,四生一样的变化趋势。 医疗资源供给持续增加,医疗服务效率有所提升,重点病种和手术诊疗质量稳重有升,抗生药物临床和理应用水平不断提升,住院死亡率持续下降。 近期,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展门杂志发表的文章表明,我国采用医疗质量改进的多重干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较低了脑粗中患者,一年的先发血管事件发生率和制裁率。 盖上了患者育后,在预反应一个国家总体医疗卫生水平的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为例。 2017年,我国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19.6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1,6.8万。 总体上,由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临床专科技术水平不断提升,12.5期间,通过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的带动, 我们产生了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上具有吃饭和带动作用的优势医疗技术。 医疗服务效率稳步提高,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内进、介入、强劲的微创手术方法广泛应用。 既大了提高了医疗效率,全国三级平均住院日,从2013年的11天下,降至2017年的9.8天。 目前,全国一半以上的三级开展了日间手术,手术量占则期手术比例提高至12.8%,1340家医疗机构设置了日经病房。 郭彦宏强调,国家卫健委将继续完善国家医疗质量管理与控制体系建设,提高医疗质量安全的科学化和精细化管理水平, 持续提升医疗质量水平和医疗技术能力,特别是加长继承医疗机构的医疗质量管理,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增加优质医疗资源总量和可及性,为实现健康中国而不懈努力。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TTnews.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